這個先來看一下 其實我都會比較一下 這個是早上班的同學 他們大概就是這樣 最尖的部分 這個是一個月 這個月的那個點擊次數 最高的就是因為上課的關係 來上課 他們回家之後 隔一天禮拜天不會複習 可是隔一天的話 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學會複習 再來的話複習人越少 直到又來上課 不過有些人可能沒有 不一定用雲端白板 這個是早上班的 那你們這個班會怎麼樣 我來看一下 他們是點119 一個月 那你們是點121 多兩個 比較用功一點點 但是你可以看曲線 上課的時候很認真 回家之後 幾乎就都沒有在動了 所以這個感覺好像有了 有一點點 動一點點 大概 所以 從這個表也可以看出來 大家用功成 不過 我不知道 還是說因為你們看YouTube 因為我看一下那個YouTube 你們觀看次數呢 上個禮拜比較少 不過上上禮拜 就100多個 這個第十次 300多個 再來這100多 從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你們可能哪部分比較喜歡 那這邊的話 180幾個 這邊又突然爆衝 400多個了 可見了這個部分 好像你們比較有興趣 然後 這個100多個 又當下來了 這個200多 要稍微高一些一些 所以除塑環境跟文字函數 好像大家比較有興趣 然後還有什麼 數字函數 這個也蠻多的 所以數字函數跟陣列 好像你們也比較有興趣 然後這個流程控制 好像又少一點點 不過也還好 一直到前面 前面好像就差不多了 所以大概最高 大概就是三四百次吧 所以可見得 你們的學習曲線 好像也有一些挑選 所以從這邊也可以看出 你們大概 學習的情況 當然我也會再從裡面去看一下 每一個每一個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你們喜好的程度 所以稍微做一個分析一下 好 那這個是題外的 因為主要就是 希望你們可以 在學習的時候 當然這個東西 早上的班 其實難度又比你們簡單一些些 所以他們其實 需要複習是沒錯 可是我覺得 你們這個課程 更需要複習 因為如果你回家 上禮拜東西沒有重做一遍 你今天大概又要重來了 又要重新再 再學一遍 就這樣會比較花一點時間 而且期末 我們會在 應該是在1月16號吧 我們這天放假 1月2號 所以會上到1月16號 那理論上這一週 沒有意外的話 請各位準備一個小的東西 來前面 稍微demo一下 但是不要有壓力 就是說很簡單的一個東西 反正你就是 再不然你就把上個禮拜的東西 改一改東西 然後換個樣子 也可以 不過最後我們還會連接 那個買seql部分 所以這個當然 能夠做多少就算多少 當然不要有壓力 只是說把前面的東西 也許你要做 你就要稍微複習一下 順便再咀嚼消化一下 然後會有這個 你可以構思一下 到底你想做什麼 比較重要 因為學習如果沒有目標的話 那他會學得不踏實 而且會學得好像有一搭沒一搭的 所以盡量還是要有一個結果出來 OK 所以最後一週 但是千萬不要有特別大的壓力 因為你有特別大的壓力 你就會想要不來 你不來的話 那最後我們這堂課人數就會 感覺會很冷清 所以這堂課 就是主要一個呈現 因為我們學習當然也會有一個成績 我當然也要幫你打個成績 然後 所以最後一週我們會有一個成果的 一個簡單的小成果發表 OK好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回到剛剛的部分 第一個 請各位先建一個資料夾 那流程非常簡單 我們將來怎樣 就在這裡面把他變成一個資料夾 裡面是空的嘛 那我把他變成一個網站 所以網站的做法的話 基本上就是從那個 Dreamweaver裡面的新增網站對不對 然後你這邊就打一個106APP 名稱的話 就假設這樣 然後瀏覽 瀏覽到哪裡 瀏覽到桌面 桌面上面的話 就是這個 把它對應到就可以了 那至於那個伺服器 因為現在我們這個範例 還沒有伺服器 所以你伺服器部分 可以不用設定 不要去設定他 不要說像之前同學設定 那就連不到了 這樣就可以了 按儲存 儲存完之後裡面是空的 再來怎麼樣 新建 有沒有在檔案 檔案裡面有個開心檔案 開心檔案裡面的話 請記住 這邊改成什麼 HTML5 按建立 建立完之後的話 那他會有空白的一個頁面產生 那這個頁面裡面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要插入 總共幾個頁面 你可以算一下 基本上 我們剛剛的那個 範例裡面呢 他的網頁 一個home 加上四個頁面 那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我們就是一個home 上禮拜是page123 因為現在多一個 就page1234好了 這樣比較好記 如果當然你將來有 那個名稱 你自己要有一個 命名的規則的話 自己再去改 我們就是用最基本的 比較好記的方法 home加page123 所以建立的方式非常簡單 一 在body跟body中間 你按個enter好了 然後再利用什麼 傳統喔 記得這邊要改一下 那我建議你把它改成分割 為什麼 因為將來你這邊程式 這邊的話呢 是設計 另外還可以配合即時 他可以即時幫你把結果 秀在這邊 那再配合什麼 標籤的 檢視窗 裡面找到 這個JQuery Mobile 不過特別注意 現在呢 你現在點那個 標籤檢視窗 JQuery Mobile 是沒有出現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你還沒有把 JQuery Mobile 加進來 所以他不會有 JQuery Mobile 那什麼時候會出現呢 當你在這邊 使用到 JQuery的任何的一個 版型啊 或者是說 它的相關功能 它就會怎麼樣 會提示 只要存檔之後才會有 所以第一個 JQuery Mobile裡面的什麼 頁面 好 那這個時候有沒有 它會出現呢 你的JQuery Mobile 連結要連結到哪裡去 當然你可以用遠端的 也可以用什麼 區域的 不過各位可以看到 它因為內建的版本 它是JQuery Mobile 1.6.4 不過現在你可以到 官方網站上面去看 最新的 當然不是這樣子 一定是更 1.8 1.9的新的版本 你當然可以再去更新它的版本 OK 這邊有個更新 不過 我在建議你還沒有 還沒有進入進階 你不守 還是先不要更新好了 一更新又出現其他狀況 我們直接按確定 記得原來的地方按確定 好 那這邊的話呢 就先打一個Home 我們有 業手業尾 因為我需要有一個 業手 也需要有業尾 所以我要把 我的導覽列方的業尾 所以業尾一定要打勾 好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會出現一個Page 再來記得 在這個頁外面 按Enter 這個 你不要說直接在這邊 又插入一個 那個頁面 那就完蛋了 然後再一個 兩個 這個叫Page1 按確定 那依此類推 總共的話會Page1 Page 再移到這邊 Page2 然後再Page3 當然還有一個方法 你乾脆把這一段 Ctrl-C Ctrl-V 然後把這邊改成Page3 就好了 這樣也可以啦 沒有人說不行 因為它只有一個什麼 ID不同 其他都一樣 不過 我怕有些同學 對於HTML語法不熟 到時候改錯又麻煩 特別注意 這邊移過來 你會發現 它總共會有 一個是首頁 總共有四個 1 2 3 還有4 所以這邊的話 記得是 把剛剛的東西再貼上一次 或者你再插入 然後這邊改成4 總共四個頁面 OK 好 那這樣的話 把它記得 最後再Save一下 儲存 這個時候 關鍵來了 一樣存在這個網站裡面 名稱就是 index-htm-l 印象中 好像 HTML好像有出問題 所以 HTML OK 按儲存 好 恭喜你 這個時候 它會自動幫你在 更目的底下 產生一個資料 假設JQMobile 好 這個時候沒有出現 請你怎樣 重新整理 JQMobile就出來了 出來之後各位注意一下 在頁面檢視窗 就會出現JQMobile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在頁面 導覽要使用它裡面的其他相關的功能 它就會可以從什麼 這個地方設定 這樣的話 就可以幫助你在設計APP變得非常簡單 細節就這些啦 其實也沒有更多 其他如果說你要延伸性學習 網路上應該都可以找到答案啦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不過我反而覺得 好像FoneGave這部分的網路上教學 雖然有啦 不過好像也提供的不是那麼多 而且都零零碎碎的 OK 所以當然你可以找一些東西 那有些東西 其實我怎麼會知道這些東西 其實有時候是自己摸索 摸一摸 發現 本來是用程式打的 後來我發現 奇怪這邊怎麼有一個 屬性 有一個標籤檢視窗 還蠻好用的 後來我乾脆就直接從這邊點點 它的好處就是說 以前你要在程式碼裡面 自己key的 現在都不用了 這樣當然對於 可能你對那個HTML 程式碼比較不熟的同學 會是一個符音啦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沒有什麼差別 我在這邊打 跟那邊設定是沒什麼差別 可是我發現很多同學 好像對那個程式碼 沒有辦法 一下子馬上就找到你要更改的地方 那沒關係 你就從 右邊的地方 就是標籤檢視窗裡面更改 保證不會有錯 為什麼 因為至少 你改起來也比較輕鬆 不然的話我看 好像不是每個人對HTML 語法都是這麼在行的 因為不過我們已經看了N年了 我們從以前 從網頁興起到現在 所以看程式碼 其實不是太大的問題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先建立一個首頁 記得不要做錯 你就會做錯 讓我並按 foundational